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教科书级别的商业价值 王一博的代言限于品牌管理教材 不止一次 内于艺人究竟有没有商家价值 或者说艺人的商业价值有几何 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正确的定论 即使一个艺人刚刚接了一个不入流的代言 无论拿到的是品牌大使还是品牌挚友 粉丝总能吹上天 不注定在品牌方底下晒着自己的订单 以此来证明自家艺人的商业价值究竟有多高 可偏偏 商业价值的高低不是粉丝说了算的 粉丝之所以成为粉丝 免不了对艺人带有滤镜 真正能够有说服力的 还得是品牌 是官方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怎么样 在粉丝看来 不夸张地说绝对内 与数一数二 毕竟他那么多代言摆在那里 逢年过节各大代言品牌的战报中 也是成绩喜人 王一博也称得上是小金珠一枚了 在黑子们看来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都是虚无 是现在任何一个刚刚活起来的小艺人 都可以打败的程度 看不见粉丝们的晒单 看不见品牌方的战报 唯一可以说到的只有王一博已经有多久没有官宣新的代言了 似乎在黑子们眼中 只有不断扩张自己代言 版图才能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 可一旦隔三差五的官宣 那么割粉丝 韭菜的罪名就又要扣到王一博头上了 那么就将答案交给官方吧 官方认为王一博商业价值如何呢 没有名说 可是王一博与品牌合作的案例上了教科书 十三五江苏高等学校的重点教材中 收录了王一博代言百雀灵的经典案例 取名为王一博成百雀灵代言人 百年国潮品牌与顶级明星强强联手 成为了教学品牌杠杆 四中典型中名人代言的一个例子 能够登上专门讲解品牌教科书的例子 那么在真正的内行人眼中 王一博与品牌之间的合作是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一点是被品牌方级第三方都认可了的 不然王一博也不会走进教科书中 实际上 王一博与品牌合作成功被报道的也不止这一次 中国有一出版社的这个国家的新国货 就曾经记录了王一博代言SKG的经典案例 在SKG一跃成为国潮新标杆的报道中 无一例外都提到了王一博 而早在2020年中信出版的 《雷军亲述小米官方授权传记》里 也曾经记录了Redmai的故事 有卢总还有王一博跳的舞作为 Redmai品牌战略的重要时刻记录 在安踏的报告中也是一大长串的数据 表明安踏的崛起 王一博是功不可没的 而在安踏代表的潮库时上的扩圈影响更是一起绝尘 有理有据 有书有真相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不需要粉丝们宣之于口 官方就已经为他盖棺定论 是可以被品牌方写进财报中 是可以被教材当作正面案例引入 成为在课堂上教导学生们的正面例子 于此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是好是差 还需要纠结吗 可以登上品牌财报的艺人不多 可以走进品牌教科书的艺人更是凤毛麟角了